接下來看的是教育部 為了要選擇翻百年的決心 今天的港部來登區翻百年的活動 不過這教育部原本經濟的 發行過百年事件很嚴重 這個通風八點九點 我們來做這個選團的重點 不過現在有哪兒洪先生說 這個投風館的教育局長是這麼不滿 說教育部不應該還在空區上面 還會留一桌 早起北京翻百年的靠河 在全台灣的國中國小 學校都聽得到 新八市將近三百間的國中國小 在市長的創業下 算是翻百年 在這裡的山島下 他們的孩子也知道 讓同學起乎要怎麼辦 告訴老師 然後老師就會處罰那個 欺負別人的人 打反霸靈的電話 0800 580 780 選擇開下的第一禮拜 教育部交給全國中小學 當部在今天早起來選擇翻霸靈 但卻團出通風館 因為部門的教育部緊張 也團出嚴重霸靈數年的北京國中 當作是選擇重點好好 所以鼓掌配合教育部的政策 表示空醫 教育部他本來要派租學 到某一個特定學校去視察 我們不是沒有做 我們有做 只是說不希望他 針對某一個國中去視察 然後給他標籤化 我們是認為應該不會 但是有他們地方的人員 有認為有這種疑慮 那我們就尊重地方政府的堅定 雖然教育部的大動作 已經多次有作秀的批評 不過市長林聰明講到 目前已經卡丁在兩年裡面 這次會增加568位 生理書和社工園 進出管理政府 到立翻霸靈的工作 現在的單索君是客戶 帶發報的